人總是喜歡將一些解釋不到的事 視為靈異事件 與鬼神且相關係 不同宗教對鬼有不同的演繹法 無神論者更加將鬼神完全否定 到底是人 虛構了妖魔鬼怪幽靈 還是魔鬼施了術 創造了靈異錄 HK026會以不探靈不誹謗 不妖言惑眾的角度 實行靈異透明化 希望大家可以用平常心 去應對人世間的靈異點滴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B4學 OK Villain Hitting 即是打小人 紫若孔 君子坦蕩蕩 小人腸癡癡 正所謂名槍異黨 暗戰難防 在日常的生活裡面 無論是在商場 職場 隨處都有機會遇上小人 尤其是身邊的小人 更加令你防不勝防 有時他們是比妖魔鬼怪來得更多人害怕 有人選擇在經濟的時候去打小人 也有人認為打小人者便是小人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無論你是視之為迷信無知 還是深信不疑 這種習俗其實已經流傳已久 其中一些咒語 例如打你的小人頭 打你的小人手 更加成為家傳戶曉 甚至乎是電影裡面的橋段 鵝頸橋底更加一度成為 旅客訪港必有的景點之一 我本人認為打小人不僅可以發洩自己的怨氣 甚至乎可以避免一些口角打鬥的心理治療之一 捉進社會和諧的一種傳統文化 記得二十多年前 當我剛回到香港 在香港某間領事館工作的時候 公司裡面出現了明真暗鬥 就連我當時的老闆都經常在開會之後 照我入房做什麼 看他在櫃桶裡面拿出一張小人紙 和對拖蟹出來打小人 當時我簡直覺得是奇景 對於一個初出茅廬的新人來說 如今我再聽到我的客人來找我 又告訴我他將小人紙 和對拖蟹放在辦公室裡面的櫃桶 我聽到已經是變成家常便飯 千萬不要誤會我在推銷打小人這個行為 或者這種習俗 我經常聽到客人投訴他們身邊的小人 是怎樣壞怎樣壞 中間的事是非非 有些甚至乎已經在吃藥了 一邊為了要為生活仍然要跟所謂他們的小人 繼續這樣共事 另一邊就每天工作時就在幻想著電影 《人肉叉燒包》裡面的劇情 阿Kym除了可以安慰他們之外 或者介紹醫生給他們之外 另外還有一件事我會推薦的 就是打小人 也是他們其中一種心理治療法 到底打小人這個行業是否會越來越興旺 還是會隨著科技一路去發展 這個傳統習俗會變得色微 我們拭目以待 不過究竟我們命中裏面 尤其是八字裏面 哪些是我們的小人 就的確確可以在八字裏面找出來的 說到這裏就順便賣一下廣告吧 在新年時有些客人找我來算他們的八字 當時他們都問我 阿Kym你會不會去開一些八字班 我亦都可以把消息在這裏告訴大家 接下來在下個月5月5日 我會開了一個八字基礎班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歡迎你們打電話報名 我們亦都有英文班和語語班 OK? 拜拜